一周前 袁冰写起新片来到北京 如今又有一位韩国花样美男李明浩空降京城 此消息一出 布拉木记者的电话就被频繁的拨通 都是来询问有关他的消息的 那到底是什么让这位年轻艺人有着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呢 我就是看那个城市猎人所以才过来的 看了城市猎人觉得他特别帅 城市猎人 他从没有办法就像他 那都男人出的麻布就像我 李明浩先生 我爸 擦了 哥哥 我爱你 就在活动开始前的一小时 等待排队入场的上百位盈余 似乎以各位这场活动提前做了预热 身材和相貌都算得上是花样美男的李明浩 近来凭借着城市猎人收获了高涨的人气 随着张东建 袁彬等韩哥明星或嗨戏或宣传芯片现身北京 李明浩的这次北京行也老早就已经被猜测 这可能是他转移工作重心到中国的探论 听听他努力学习普通话的尽头 也许这个猜测还真有可能 大家好 我是李明浩 谢谢 你爱我 他其实以前想在现场学一些中文的 所以有没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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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演员如何保持并经营好自己的人气 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学问 在不到15分钟的采访时间中 李明浩得体的谈吐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次回答完问题后的笑容和不时眨眼微笑的表情 都体现了这个只有24岁的男演员的超高情声 在这个笑容背后 也许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 中国导演中我喜欢吴宇森 男演员我很喜欢刘德华 希望有一天可以来中国拍摄我的影视作品 天天点评 花样美男 空降精诚 影眉观 超高人气 微笑目级 谢玄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